久蒸久晒的姜粉茶你们喝过吗? 要说姜功效最好,口感最好的方法,一定要数这个古法制作的久蒸久晒的姜粉。 前两天做了适合立夏到三福田喝的生姜红枣茶,很多人说接受不了姜的味道,喝了也容易上火,但是姜对于女人来说真的是太好了。 即便是你年轻的时候接受不了姜的味道,但是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,你一定要逼着自己接受姜的各种吃法。 普通的生姜也属于中药的药材,但是味道过于辛辣,很多人接受不了,而经过久蒸久晒传统方法泡汁之后的姜粉,性质就会比较温和,很多人也作为保健用品长期服用。 在我国南方很多地区就有产后喝久蒸久晒姜茶的习俗。 俗话说,冬吃萝卜下吃姜,夏天喝姜茶最好,再加上夏天太阳火辣,也正是制作久蒸久晒姜粉的最好时候。 但是一听到久蒸久晒,很多人望而却步,我亲自尝试了一下,一点都不难,白天晒,晚上蒸,没有技巧,交给时间就可以,上班族也不耽误。 如果太阳特别好的话,一天还可以两蒸两晒,所以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可以搞定。 很多人会问,为什么要久蒸久晒? 久蒸久晒是中药制药的过程,是为了让姜的作用与人体更好的结合。 久蒸久晒泡制,去其毒性,得其药性。 蒸为高温,应属阳,晒为低温,应属阴。 蒸为湿,为阴,晒为灶,为阳。 经过久蒸久晒的姜粉,暖身而不上火,如果哪天着凉了,冲一杯姜粉茶,能够立马暖和起来,关键是一点也没有姜的味道,而是香味,大人孩子都能接受,隔天也不会着凉。 但是这个姜粉的成品会非常的少,十斤姜也顶多出一斤左右的姜粉,所以一次一定要多准备一些。 把生姜洗干净,千万不要去皮。 我们都知道,姜肉是热性的,姜皮是凉性的,这样一凉一热,阴阳调和,功效才会最好。 把姜切成硬币厚度的薄片。 把切好的生姜片上锅蒸一个小时,切剂一定要铺上一个龙布,不然的话,姜汁就容易滴到水里,非常的浪费。 把蒸了一个小时的姜片,均匀地铺在相对透气的盖子筛子,筐子上,铺薄薄的一层,放到太阳底下晾晒。 注意,每天至少要翻动一到两次。 每蒸一个小时,就晾晒一天,如果太阳好,一天可以两蒸两晒。 前两次蒸的时候,满屋充斥的是姜的味道,等到三四次以后,满屋充斥的就是香味,闻到那股香味的时候,你就会知道哪一切都值得。 经过整整七到九个太阳晾晒之后,干姜水分就会被吸收,就会变得非常硬,这时候我们放入料理机中打成粉,再过筛,多次反复,直到满意为止。 经过九蒸九晒制作出来的姜粉,已经基本没有了姜的刺激味道,而是淡淡的香味,细腻,柔和。 放到密封的小瓶子里存放,因为是纯姜粉,我们每次冲水的时候,只需要一到两克即可。 再加入红糖,红枣一起泡水喝,比起生姜直接煮出来的姜枣茶,这个茶非常的温和,一点也不会上火,你再也没有理由不喜欢姜了。 好了,这个久蒸久晒的姜粉,真的非常推荐大家试一试。 趁着夏天的大太阳,赶紧动手做起来吧。 如果对您有帮助,就点赞评论,关注我吧,拜拜。